大家好,欢迎收看小家庭种菜栏目 今天来分享一下如何在阳台上种植秋葵 秋葵又名黄秋葵,咖啡秋葵 在国外,人们因为它又尖又长的外形 称之为Lady's Singer 秋葵是一种原产于印度的蔬菜 幸喜温暖,怕严寒 温度高于15摄氏度即可种植 种子发芽和生长期最佳的适宜温度均为25-30摄氏度 但它有很强的耐热能力 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也能生长 了解完秋葵的特性,便可以开始种植秋葵了 种植秋葵前,建议将秋葵种子放在30摄氏度左右的水中 浸泡12小时左右 接着,准备5个用完的米袋 这种米袋有很好的渗水能力 很适用用来种植 然后往米袋里装入种植土 秋葵对土壤种类的适应性较强 但因为秋葵不耐烙 所以为防止强降水侵害秋葵 建议采用排水良好的土壤为最佳 我这里用的是沙朗土和腐熟的秋盐分混合 作为种植机制 另外,秋葵对土层的高度也有一定要求 所以,种植时土壤高度不要低于25厘米 准备好种植土后 先为土壤浇透水 接着,再准备浸泡好的秋葵种子 往每个种植袋放3粒 然后,在种植袋上铺一些土 将土均匀铺平 完成播种后 我们要每天观察土壤 用喷壶适当喂秋葵种子 喷下一些水 如果土壤保持湿润 就不必为它浇水 萌芽期过于湿润 很容易导致秋葵幼苗得病 5天后 每袋秋葵都长出小苗了 有的三粒种子都发芽了 而有的只发芽了一颗 每个种植袋的小苗都很健康 第七天 小苗稍稍长大了一点 仔细看,可以发现 每颗秋葵又长了一片小心叶了 秋葵小苗期间 随着植株不断长大 植物的蒸腾作用越来越强 对水分需求也慢慢增加 所以每天要足部增加浇水量 第十天 小苗长高了不少 并且都长出了四片叶子了 为避免后期秋葵生长过于拥挤 此时要开始喂秋葵建苗了 因为每颗秋葵的长势都不错 所以我选择将位置靠边的秋葵摘除 保留位置处于最中心的一颗 第十八天 秋葵的植株长高长大了很多 每颗植株都长出了六片叶子了 此时就要开始喂秋葵追肥了 因为我种植前 底肥给的足够多 所以将追肥时间适当往后推迟一些 如果大家底肥给的不够多的话 建议在秋葵出苗 长四片叶子时 均各追一次有机肥 从这段时间起 秋葵将进入花果期 对肥料的需求开始斗争 我们要每五至七天 为秋葵追一次肥 第三十天 秋葵已经长得非常粗壮了 并且突然开出了第一朵花 因为我每天都有观察它的生长情况 所以有点欣喜 但是当天下午这朵花就闭合了 我又陷入焦虑之中 后来查资料才发现 秋葵的花期很短 是以小时计算的 真的是堪比昙花啊 第三十一天 我起了一个大早观察秋葵 发现秋葵 开花处露出了一个小秋葵 而花瓣已经掉落在地上了 此时的秋葵 大小和半个小拇指差不多 非常可爱 而它的旁边 同胞兄弟的花朵 也即将绽放 第三十二天 第一颗秋葵的长度 增加了不少 而它的同胞弟弟也出生了 大小和它昨天刚出生时一样 原来每一颗秋葵的生长都是如此的相似 又都是如此的突然 生命真是令人感慨啊 而在这一株的附近 另外几颗秋葵也差不多同一时间长出了第一批秋葵 有的是一个 有的是两个 第三十三天 第一颗秋葵的果实又大了一些 而它的同胞弟弟继续追赶着它昨天的脚步 第三十四天 第三十五天 第三十七天 这个阶段的秋葵一天一个样 第一批秋葵已经全部长大了 此时可以采受一次了 我的第一批秋葵果实不多 但都很鲜嫩 秋葵的采收期很长 很多新果子已经结出来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 它们将迎来盛产期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好了 种秋葵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喜欢种植的朋友 也动手自己试着种种吧 我们下期再见